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用于AI的绘图处理器GPU几乎全部由灰达制造,但随着ChatGPT的爆发,对他们的需求激增远远超过了供应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这种情况限制了亚马逊和微软等云端服务提供商向ChatGPT等客户提供的处理能力。 AI开发人员需要伺服器能力来开发和操作日益复杂的模型,并帮助其他公司构建AI服务。 OpenAI表示,由于处理器瓶颈,如果使用ChatGPT的人少一些会更好。 对于训练能够生成原始文本和分析的大型人工智慧模型的公司来说,获得数万个先进的GPU至关重要。 辉达的高级GPU可以同时进行大量运算,这对于AI工作至关重要。 瑞银分析师估计,较早版本的ChatGPT需要大约1万个GPU,马斯克估计更新的版本需要的GPU是原来的3到5倍。 辉达最近表示,它正在扩大供应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,该公司已经提高了H100的产量,这是其用于生成是AI的新型旗舰晶片。 晶片成本各不相同,但辉达的高级人工智慧晶片被一些零售商以大约3万3千美元的价格出售,尽管在高需求下,他们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价格。 根据人工智慧投资者和初创公司的说法,初创公司正在缩小他们的人工智慧模型以提高效率,购买自己的带有相关GPU的伺服器,或者转向甲骨纹等不太热门的云端提供商,直到短缺得到解决。 OpenAI的一位发言人表示,业界对GPU的需求非常强劲。 许多AI创办人预计短缺至少会持续到明年。 一些公司正在封锁云端容量,因为担心他们以后无法访问他们。 创办人和投资者表示,能够获得运算能力的公司仍需等待数周才能使用挥达的GPU。 Proplexity AI公司开发了一款人工智慧驱动的对话式检索工具。 其执行长表示,即使你已经预先支付了费用,这并不意味着GPU会在接下来的一天或一周内到达你的手中,你只能等着。 伺服器制造商及其直接客户表示,他们需要等待六个月以上才能获得挥达最新的GPU。 最大的伺服器制造商之一,AMD的执行长表示,该公司GPU的延期交货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,该公司正在基于增加生产能力。 与此同时,慧达正在台湾成立AI研发中心,预计将招聘1000名员工,并投入前瞻技术研发,例如Ogniverse平台技术。 另外,慧达还将运用先进绘图处理器GPU技术,与台湾厂商共同进行AI应用的开发,提供各个产业解决方案,帮助台湾厂商走向国际市场。 台湾经济部技术处网站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,2021年通过了慧达申请在台湾建人工智慧创新研发中心计划,总投资约新台币243亿元。 台湾将对该计划提供新台币67亿元的补贴。 预计该项目将新聘1000名员工,也会与台湾的大学合作培育人才。 另外,慧达还将建设运算平台以供给台湾AI研发中心使用,并开放部分算力给台湾的学研机构、合作伙伴或新创业者等在研发上使用。 同时,慧达也计划与台大、成大、青大、阳明交大等台湾顶尖大学洽谈AIUniversity的合作计划,培育AI人才。 日前,慧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出席台大毕业典礼致辞,台大校长在会后表示,台大将和慧达携手打造NVIDIA台大人工智慧联合研究中心。 据了解,慧达AI创新研发中心计划执行期间为2022年3月至2027年3月为期5年。 另外,黄仁勋在出席Computex2023主题演讲活动之后,又出席了一场采访活动,共有约150名来记者与分析师出席。 在此次的活动上,黄仁勋透露,虽然慧达与台积电有长达25年的合作关系,其最新的H100GPU已是交由台积电代工的,但是慧达也有部分其他的产品是交由三星代工的,未来还将会委托英特尔进行代工。 2021年,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公布了IDM2.0战略之后,英特尔开始全力推进先进制程技术和代工业务的发展。 按照英特尔的路线图,提出了四年量产五个制程节点的计划,致力于在2025年重新取得制程技术的领先地位。 目前,英特尔7已实现大规模量产,并用于客户端和四伏器端。 英特尔4已经准备就绪,为投产做好准备,预计2023年下半年,基于英特尔4的Meteor Lake将量产。 英特尔3正案计划推进中,和英特尔20i米将于2024年上半年量产,英特尔18i米将于2024年下半年量产。 预计相关产品将会在2025年推出,届时英特尔将重新取得制程技术的领先地位。 根据英特尔此前宣布的讯息显示,据悉,目前全球需要晶圆代工的十家最大客户中,有七家正与英特尔积极探索晶圆代工业务合作。 比如,在2022年7月,英特尔和联发科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,未来联发科将利用英特尔代工服务IFS的16奈米制程,即英特尔16工艺制造晶片。 需要指出的是,英特尔未来最先进的英特尔3以及英特尔20i米18i米也都将会对外开放代工。 从黄仁勋最新的表态来看,汇达可能已经与英特尔在先进制程晶片代工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。 毕竟,随着制程技术的推进,尖端制程的代工费用也是越来越高昂。 而英特尔作为新入局者,为了获得客户,可能会向客户提供比台积电、三星更具竞争力的报价。 而对于汇达这样的头部晶片设计厂商来说,与英特尔进行合作,也能够避免对于台积电的过度依赖。 黄仁勋表示,汇达有很多客户,供应链策略是力求最大程度的多元化,目前已经做到了。 对此,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,业内人士研判,黄仁勋本次抛出与其他代工厂合作的议题,其实有意借此争取与台积电溢价才是真的。 此外,汇达受惠于2022年美国寄出的晶片禁令,直接限制汇达H100和A100高算力GPU给中国客户,紧急于一年的缓冲期,预估于今年8月底截止。 目前汇达晶片零酷货,供货要6个月才能交货,且H100和A100高算力GPU订单持续满载,汇达的转单说可能还要缓一缓。 另外,随着ChatGPT的爆发,全球都对他们的需求激增远远超过了供应。 汇达表示,它正在扩大供应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。 黄仁勋称,公司已经提高了H100的产量,这是其用于生成式AI的新型旗舰晶片,不过仍跟不上需求。 三星和英特尔想要分十台积电的订单,恐怕是难上加难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